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章叫做 经常看书和不爱看书的人有什么区别 一起来听 我们从开始认字的时候就听家长们和老师说 多读书 读书是一件好事 是对的事 就像老师们常说的 学习都是为你们自己学的 看书说到底也是为自己看的 随着年龄增长 读书更像是一种爱好 有人喜欢唱歌 有人喜欢画画 有人喜欢游戏 这是在成长过程中 我们经过筛选和排除 确立的个人喜好 喜欢读书的人有他们特有的特点 喜欢唱歌的人也有他们的特点 没有高低好坏之分 这里说的看书指的是 看书加思考加形成自己的观点 重点是读书的时候 思想会跟着文字动起来 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 我眼中的经常读书的人 都有哪些特点 第一 一个人的思维在流动的时候 眼神就会变得不一样 在生活中 很多很漂亮 很好看的女孩子 你看她眼睛的时候 她的眼睛可能很亮 很灵动 很有光彩 但是看久了 就好像少些东西 多数多有思想的人 在和她交流 对视的时候 会发现 她的眼神里 有一股沉静 淡定 笃定 看不透 看不见底 会不自觉地想 这是个有想法的人 也有人不爱看书 但是很爱思考 而且有自己的世界观 一个人眼神的深度 离不开她的思想和阅历 有人说 看书多了 眼睛尽视 只会变得暗淡无光 解释一下 我说的是眼神的深度 不是光彩和亮度 第二点 气质里有一股沉静 外人看到他们的 直观感受是沉静 这应该是读书人 共有的特点之一 能坐得住 因为他们享受 一个人读书的时光 甚至享受孤独 她可以一坐几个小时 进行阅读书写 在这几小时内 这个世界 只剩下她和书本 这些呢 都是可以通过 肉眼观察看出来的 那些我们看不出来的 比如情绪更稳定 对生命有更多的怜悯心 需要长期接触 才能发现 我也曾见过 大学四年一直在读书 但是看上去 面容迷茫的人 因为他们读的 全都是一样的套路文 换换名字和场景的网文 把头总裁文 爽文 也不是说这类书籍不好 我有时候呢 也会熬夜看 看的时候也跟着哭 跟着爽 情绪得到了很好的宣泄 但是这一类小说 缺少了一些和生命相关的东西 一些可以让你在精神上达到共鸣 让你感受生命 让你通过他人的人生经历 照观自己的东西 可以逼迫我们思考 冲击我们的思想 帮助我们形成新的价值观的东西 这才是读书和思考的意义吧 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推荐书籍的时候 都会推荐名著 因为他们写的 大多是与生命 与人有关的深刻命题 第三 更容易抓到重点 也可以说是能看到一件事情的本质 读书多 思考多 定期输出表达的人 在逻辑思维上 会得到一定的训练 这样的话 他们无论是讲话 分析问题 都能有一个大局观 当别人还停留在 这个问题该谁负责 互相甩锅的时候 他能够理清思路 跳出情绪层面 去想办法解决问题 跟他们聊天很轻松 很多事情都很好理解 容易沟通 思路清晰的时候 人的脑袋是很舒服 很通畅的 就像是即便不喜欢 不懂数学的人 在弄清楚 理解一道大题的时候 也会特别开心 特别有成就感 第四点 能听懂别人说话 也能让别人听懂他说话 读书是增长见识 最简单 最经济的方法之一 然后逐渐明白 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 变得更加了解人性 事实动明 有的人读书不多 但很有智慧 我说的是智慧 不是知识量 有的人知道的很多 但仅停留在知道的层面 因为它只是知识的储存器 不是消化器 消化所读所见 就是用自己的方式 去讲述运用实践 听懂别人说话 这不仅和读书 和阅历和人情事故 都有关系 读书呢 其实也是在增加 自己的阅历 让别人听懂他说话 就是说 要站在对方的角度 用对方可以理解的角度 去解释一个问题 比如说 同龄人问他 在做什么工作 他会说 在做新媒体 老家的书博舍娘们 问他做什么工作 他则会说 给人家写广告挣钱的 第五点 不会居高临下 多多逼人 其实呢 真正的读书多 有思想的人 不会瞧不上这个 看不去那个 因为看得越多 越知道自己的渺小 越知道人的思想 千变万化 不可能人人 都跟自己一样 越理解很多事情 没有绝对的对错 最可怕的是 没有真正的读过多少书 就自认为掌握了 绝对真理 以自己狭隘 单一的价值观 去套用所见所闻 这类人呢 要么很自在 要么很痛苦 自在是因为无知 而拥有绝对自信 痛苦呢 是因为想不通 自己为什么 总是壮志难愁 我的高中物理老师 讲过一个 关于读书的小知识 读书就像是画一个圈 圈子里是你读过的书 圈子外是你没读过的书 你读的书越多 圈子越大 圈子外未知的部分 也就越大 这个理论来自于 古希腊哲学家知诺 他曾经画了一个圆圈 圆圈内 是已经掌握的知识 圆圈外 是浩瀚无边的未知世界 知识越多 圆圈越大 圆周也自然越长 这样呢 它的边缘 与外界空白的 接触面也越大 因此未知的部分 当然显得更多了 这个世界上 最无限的东西 应该是文字和书籍 总而言之 读书也好 行万里路也好 仅万种人也好 一定不能离开的 就是思考和总结 毕竟古人说过 续而不思 则往 朋友们 我们共勉